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OBS 它比較侷限在您要用電腦 對不對 可是我可能 有很多時候我可能需要用手機 我也可以錄影 也可以拍照 那也可以做藍綠幕的具備 那我們跟老師介紹一個這個Print Lab Studio 它其實也有電腦的版本 但是它電腦版本沒有中文版 老實講它電腦版本就像我們OBS一樣 所以你會用過 你會用這個OBS 老實講 這個電腦版的你也會用 但是我們現在要用它的是行動裝置的版本 所以呢 它裡面它有好處就是 它也有一些素材 它也有一些貼紙 等於說我們剛剛不是要去找嗎 那這個部分它在上面就有 就有一部分 你就可以不用說一定要自己去準備這樣子 那它也支援藍綠幕具備 甚至你要直接直播 它也可以錄影 你可以錄影 或直播都可以 那這個部分呢 老師您打開我的這篇文章 你打開這篇文章 您就可以來看一下囉 好 就在這裡 它的連結 它的連結在這邊 有沒有 糟糕 老師的需要 來我把它轉成QR Code好了 好這樣子方便老師 您做 安裝的動作 現在呢 我把那個應用程式 我把它打開 好在這裡 有一個這個圖 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 有一個Print Live的這個圖 我從這裡把它打開 好現在呢 因為它現在照到的是這裡 應該讓它 這樣子 OK 好現在有點Delay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是前置鏡頭 對不對 前置鏡頭 那你可以把它切換的後置鏡頭 在哪裡 在上面這個地方 如果老師要把它換成後置鏡頭 就是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切換一下 有沒有 這個地方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變成後置鏡頭 你可以做切換 好現在我這邊所看到的 這裡 就是後置鏡頭的 這樣有囉 這是第一個 那 在這邊呢 老師可以看一下 我們如果說 我只想要在上面加點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這裡 有兩顆點點 上面這裡有兩顆點點 有沒有 最上方那裡 你可以滑一下 你可以往 旁邊 往左邊滑一下 往左邊滑一下 有沒有發現有東西跑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在您的畫面上 加上什麼 加上 你放影片 或放圖片 叫做媒體 就是左上角這個 然後呢 你可以打字 也可以把網頁放進去 甚至您可以開始錄影 都可以 所以今天如果我在下面這裡 你看我準備一個 沒有用過的 我可以把你平常用的就放在這邊 比如說我有一張圖片 這個是國境之難 在這邊 你看我有沒有把我的圖片放進來了 有沒有壓在我的視訊上面 在這裡 就是 您可以自己去找一張 你電腦裡面的 照片 都可以喔 你看我再翻過去 好 再翻過去 翻過去 這裡 好出來了 然後我找媒體 這個時候呢 就會打開 你看在下面這個地方 每個人的手機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在下面 有沒有你可以自己找你的 手機裡面的影片或照片 或者是你的音樂 都可以 那如果我找一下我的 因為剛剛來有在捷運 有在路上有拍 這個是早上的風景 這個今天我們學校旁邊的 沒有 看縮圖都很漂亮 好你看我選好了 我就打個勾 打個勾 這裡打個勾 是不是就可以進來了 你就可以新增進來了 好 新增到你的媒體裡面 我就可以按一下 有沒有放進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把下面的 我就把它刪掉 好 你看這裡 我把它變成前置鏡頭 好了 好 你看 我們上課的時候 可不可以像這樣 如果這個時候 你大家拿遠一點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要帶這個手機架 因為這樣拿遠一點 我比較方便拍 那像這樣子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你們 因為有點Delay 好 有沒有老師可以自己用 手去放大那個圖片的大小 對對對 你可以這樣放大大小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去介紹 是不是也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在上面直接畫 用手去畫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它有這個功能 在哪邊 我看一下 在下方有一個這個 來這裡 來這裡 我換一下 我換成把它背景的部分 您看下面這邊 應該是左上角的 啊不是 在下方 在下方 來這裡 有一個好像魔術棒的 有沒有看到 下面這裡有一個像魔術棒的 這個地方 來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好在這裡 如果你需要拍拍手 我按一下 有沒有就會有一個拍拍手跑出來 來我拿高一點 按一下 拍拍手 有沒有拍拍手 你們的看到比較慢 我的有點Delay了 有看到拍拍手了嗎 對不對 它裡面有沒有很多圖 你可以直接拿來用 有注意到了嗎 好就是在下面那個 那裡 它有很多圖 你可以把它點開 對 那這些就是即時的 你看我們現在就有飄那個 有沒有 有飄那個 那個叫做櫻花 嘿 那你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是拍人 你要戴口罩就戴口罩 它裡面就有很多這些圖 那你看 你看 在這個畫面 在這個畫面的最右下角 這裡 有沒有 裡面有很多 有很多 最右邊這個就是你可以在螢幕上面 直接去做 就是塗鴉 最右邊 這裡 有沒有一個像那個 一條繩子那個 那個就是塗鴉的 所以你看 我用這個 我選好我的顏色 好 同學我們現在來看到 這是在今天 你們的還沒有看到 在這裡 我現在用這個 我在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畫 直接注記 比較Delay 有有有看到了 有沒有 所以 老師呢 您可以用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可以在上 教學現場 我就可以直接用了 等於我的筆 就可以在我的螢幕上 直接去 操作 這個其實是還蠻不錯的一個效果 那 如果你這樣OK的 好 它下面這裡 有一個那個垃圾桶 如果你不要了 就把那個垃圾桶 把它刪掉 你的筆跡就拿掉了 好 就像這樣子 我們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其實效果是還蠻不錯的 對了 我現在一直在飄那個櫻花 如果你不要 你可以把那個櫻花 再按一下 它就會消失 有沒有 就是那個圖 你是按一下就出現 再按一下它就會消失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那您最近用過的 它都會幫你保留下來 都會幫你保留下來 那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說 這個其實很適合同學自己用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不用像我們這樣自己手拿著 我可不可以把它 像我現在這樣 我把它站在這裡 對不對 用腳架的方式 是不是就可以做露營了 這樣是不是又比較省事 對不對 你可以用腳架的方式 就把它撐著 或者有同學幫忙拿著拍 那這樣效果就會比較好 不會像我們這樣自己拿 臉很大 對不對 那 另外呢 我們看一下 剛剛不是有說 這裡也有支援藍綠幕嗎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喔 我來交換一下 來 我先把我們現在 我這張照片 我先把它刪掉 好 我換成前置鏡頭 好 現在是我的前置鏡頭了 OK 那 我又要請兩位老師幫忙一下 沒有 我需要綠幕 綠幕 綠幕 對 那 您可以看到 我現在用橫的 用橫向的 好 我現在綠幕有在這邊 對不對 那我 直接在上面這個 來 在這裡 我把這裡放大一點 在這裡是有三個點點 有沒有 左上角有三個點點 好 所以我來這裡按一下 您可以看到呢 它會跳出來 有一個 下面 這個地方 這裡 有一個叫做 我要 拉一拉 上來一點 有沒有叫 CAMINA 有一個 倒數第二個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射鍍鍵 所以我按一下 然後把 它的開關打開 好 來 各位老師 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綠幕已經變成另外一個圖片了 有沒有 但是我現在綠幕去太多 所以它有那個相似度 這個 這個地方 我把它拉回來 這樣有沒有 比較OK 有沒有發現 我放低一點 你看 原來 有沒有發現 這樣 是不是就做即時的 有藍綠幕去備 有沒有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OPS一樣 所以你知道同學都很會玩的 他們有這個工具之後 他就知道他要怎麼玩 是不是只要給他藍綠幕 他後面要什麼場景 就比較OK 而且我這個如果擺遠一點 我能夠入鏡的是不是就比較多 對不對 OK 好 這樣 好 所以呢 這裡 這樣 有沒有就OK了 它也不用電腦啊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直接做了 那如果要錄影的話 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在 這裡 它有一個 我先把這個關掉 來 您看下面 在最右邊 在我的右邊 我現在這裡 右邊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 現在是影片照片跟直播 有沒有看到 右手邊 這個地方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這個 影片這裡 我就按下去 這裡按下去 好了 這樣就開始錄影了 這樣就是去備完了 就OK了 我們 拉遠一點 你兩個人 三個人 要走動是不是也可以 只要綠幕夠大 或藍幕夠大 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老師或同學 你在拍片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拍電腦的操作 或簡報 我可能是有一個情境的 我就可以用這樣拍就好 我就不用受限於 我一定要搭配電腦 再加上我的網路攝影機 因為你的手機相機有沒有都比較好 真的都比較好 真的 對對對 我們這樣就其實就去好了 你看我這樣動 其實有沒有發現其實還好 當然你動太快 它還是會有點綠綠的 就是去的來不及 但是大部分來講這樣效果都不錯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那如果我要搭配剛剛的 我就叫出來 對不對 你錄影的時候下面那個跑出來 它不會被錄到 這是你看的時候才會有 但是錄影的時候它不會 比如說我們來這裡放 像放著這樣 有沒有這樣比較聖誕節的氣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拍拍手 所以你知道有人在前面操作會比較方便嗎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把一些東西準備好 那我們有需要 好這邊對不對 好那最右邊 那如果說我要跟大家介紹 你看這個吊車在這裡 對不對 可以自己畫嗎 也OK 或者是有同學幫忙操作的話 效果就會比較好 這樣老師對這個APP 有沒有比較有點概念 所以它的操作 其實跟我們OPS 雖然沒有很一樣 但是它因為有內建的這些素材 那又加上藍綠木區被的效果 所以我們在使用上 說真的 事實上是 效果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好的 我這邊收起來 那我這就停止錄影 如果老師真的很在意 需要有美肌美顏的 就自己按旁邊那一個 你再看一下 有沒有旁邊有一個人像的 對不對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人像 你把它按一下 你就可以自己再去設定一下 你的美肌美顏 或是你的顏色要比較偏什麼 暖色系還是暖色系這樣子 這樣 那老師對這個APP有沒有 有問題 感謝兩位 秋生啊 謝謝 謝謝 這個通常 錄最久 可以錄多少分鐘 錄最久喔 其實還好看你的手機 看你的手機容量 對對對 可是重點在於說 它就是 因為大家現在都人手一機了嘛 所以 它比較不會有 就是 設備上的限制 當然我們 我們不再建議就是 錄很長啊 因為你錄一段就停 錄一段就停 分段 對分段錄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不是分段錄的話 有時候中間錄錯了 你會不會再找 有時候比較不好找 對對對 這樣老師OK嗎 如果你使用這個 在錄通常 你多少分鐘為一段 我們會建議 大概就是五分鐘以內 對對對 因為通常 我們大概一個段錄 差不多五分鐘左右 五到十分鐘 就算蠻長 對對對 好 那這個部分 這樣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也都是免費 你沒有看到廣告 對不對 嘿 這都是OK的齁 好